侦察兵作为最强兵主 单刀作战能力比特种兵更要强悍 这两名苏军侦察兵深入敌后 潜入了德军的营地 看着眼前木头座的坦克 叶克夫明白之前的情报都是德军伪造 德军并没有在火车站集结 得知情报有假之后 叶克夫想赶紧溜出去 将情况汇报给队长 但还没有跑远 就被一枚炮弹炸翻 刚好碰见逃跑的德国士兵 双方迅速拔枪对射 打掉了德军的枪之后 随即扭打在了一块 因为刚刚被炮弹炸伤 别科夫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 德军掏出一把匕首 对着别科夫连筒三刀 别科夫挣扎着陷入了泥潭 被德军死死按在了泥浆里 眼看就要密死 被炸晕的另一名侦察兵及时醒来 拿起一把匕首解决了德军 然后带着受伤的同伴 离开了这里 德军这边损失惨重 于是派出一万多名士兵 全力围剿苏军这支侦察小队 最终别科夫还是死在了路上 只有小麻雀一人撤回了约定地点 战友将他的尸体掩埋好之后 小麻雀将火车站的情况 151时向队长做了汇报 德军真正的集结地点不是火车站 而是不远处的采石场 虽然这又可能是一个假情报 但此时他们已经没有选择 于是趁着夜色 队长带着他们潜入采石场附近 这里果然集结了大量的坦克和士兵 很有可能就是西姆来的围巾装甲师 队长悄悄摸进德军的营地 如走了一名德国军官 从这名德国军官的身上 搜出了一封重要的情报 德军在两天后会发起大反攻 为了将情报传递回去 必须要冒险去搅和一台德军电台 侦察小队将目光锁定在一个哨墙 顾不上危险 老兵带着新兵摸到了哨墙 成功将德军打晕 搅和了一台电台 不料床底还藏着一名德军 一枪击毙了新兵 老兵迅速将德军杀死 但巨大的枪声引来了大批德军 队长健壮赶紧过来支援 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为了给小队争取撤退时间 尼科夫故意开枪 将德军引到了另一个方向 最终被德军追上击毙 小队躲进了一个小木屋 此时已经没人想活着回去 现在他们只希望 在德军发现他们之前 将情报传递出去 很快德军就通过地毯式搜索 找到了苏军侦察小队 德军将木屋团团包围 强大的火力让小队支撑不了多久 队长紧急联系指挥部 刚刚汇报完毕 队长就被一枪击毙 德军的增援部队不断赶来 用喷火枪点燃了木屋 最终这支侦察小队全军覆没 电影也就到此结束 我是君子探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